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摇了摇头 今天带来七彩流悟空 你们肯定会有疑问 不是只能六件装备吗 怎么七彩啊 所以我用软件去解答这个疑问 毕竟只能六件装备 我也只能这么挑两种颜色出来了 六彩流也不好听啊 悟空就是要脚踏七色彩云 来到大家的面前 前期有机会推一下塔 突然出了一个更好的猎物 关头王最近很强势 能杀一下就最好不过了 武功的隐身能做很多事情 偷偷摸摸进草是其中一个 蓝图完全不知道我已经来到了这个草 我做的不够仔细 隐身那一下强破棒 没有敲出来 不过没事还是能击杀 不要以为武功前期就没伤害 暴击暴出来 暴霸比大部分阴神都要高 这波有点尴尬 是因为没有大 敲完技能只能敲破功 我的大招差不多系列好 潘因爆反很高 差点多秒了 隐身后不要敲那一棒 敲出去就会死了 先让大家控制再敲 隐身逃不逃的掉就是拼运气了 看到一只黄蝴蝶 我们不能急 先等他用完一二技能 那就可以敲出去了 他反手大是意料之中 要那把他逼到我的身边 先拿下一个助攻 还有一个光头王能杀 队友没先上去顶他 那就由我来上吧 不用弹人头 打完技能马上出来 让队友接力 二技能进草丛 又再次见到兰多 直接一棒夹个大 瞬间秒杀 接下来还能继续打 虽然我没有大 二技能敲过去 被表皮空了 这把不得不说 敌方的防守意识很强 他们知道打不过了 他们是不会出塔的 一般情况下 塔是要比打架重要 不过我们这里选择了支援队友 首先龙马已经来了首塔 其实是杀了一个敌人 同时也救了一个队友 急杀的是打野 把对方也去全清掉 晕住龙马第一棒没棒 那就杀不死了 一下暴击吃掉吼 打人就不暴击 打野就一直暴 你们也会这样吗 进场敲一棒 直接大招不用慌 该暴的还是要暴 隔枪敲一棒龙马 二技能再跳一下 又是皮皮 如果没皮皮 他们这波就要炸了 manager 你一趟技能秒不死的敌人 就要假装没有大 我提点金娜 我留了大 他反打我多敲了一个二技能再开大 如果第一下就开大了 对方残血就不跟你打了 他要觉得能反杀你才会反打 潘烟也盯上我了 二技能先拉开 等到人一半敲时 再回头打反杀 武功后进场永远不会错 等坦克先吃控制是伤害 再进场就很好发挥 一杀一助攻 对面的防守意识很可以 他们真的不会触塔打 先把红包斧拿掉 再把蓝包斧拿掉 我吃完蓝还特意等了一下 他们完全不会被蓝包斧诱惑到 那我就没必要等了 对方很稳 先把魔龙拿掉 再拿凯撒 绿色装备也出了 就才最后的紫色镰刀 又找到兰多的位置 敲一半不用交大招 你交大招就肯定顺势一直敲到底 你就一定会死 等马洛斯跳进去 我现在还有一个大招 潘烟出来这一波就应该开大 但是居然被沉没了 刚刚是故意留掉 现在是被迫留大 游戏都快要结束了 我就不能再留了 又不能留到下一场 直接送最后的大招给龙马 又是这个BB弹起我 我每次觉得要开始杀绿的时候 鬼总会出来 摇了摇都说不行 我的紫色装备 哪怕慢音的结束 我就买到了 七彩流悟空 装备为 青蓝色 牙魔战斧 红色 骑士长靴 黄色 圣剑 橙色 全能武器 绿色 得路易战甲 紫色 死神联当 奥义为 暴怒 精灵 龙爪 魔战斧 死亡诅咒 牺牲之斧 祝福 听说点赞留言 都不会被BP弹起 排位寒零八年圣光 我是七彩流悟空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